加拿大世界宣明會的攝製隊 今次會到讚比亞首都Lusaka西南 距離七小時的貧窮縣裏 探望一個考第一名的高材生 我們從大路走到小路 從小路到泥路 從泥路去到毛路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高材生的家 這位考第一的高材生叫Gilvin 今年十二歲 他很喜歡讀書 自願成為一位醫生 他看到加拿大世界宣明會的攝製隊 來探望他 他很開心 他急不及待地將他第一雙鞋 也是唯一的一雙鞋給我們看 他告訴我們 這雙鞋是去年他表哥送給他的 他從來沒穿過鞋 到十一歲他才擁有第一雙鞋 雖然他每天都要準時上學 但是他從來都沒試過準時交學費 原因就是太窮 他一個月的學費大約需要四個半加幣 對於Gilvin這個貧窮的家庭來說 四個半加幣其實是難以負擔的 他的父母支付了學費 書保費之後 已經再沒有錢買校服 書包甚至是文具 Gilvin雖然考第一名 但是連一支筆都沒有 世界書名會的同事知道有這樣的事 立即為Gilvin送上一支筆 Gilvin立即用這支筆寫英文來介紹自己 他的父母在六歲的時候因為生水斗 缺乏適當的治療 所以雙木完全失明 但是他沒有放棄過 用簡單的工具做一些小型的木燈 賣給其他村民來賺錢 幫補加計 和幫Gilvin交學費 但是因為這個區域的村民 都是非常窮困 如果有錢 他們都寧願買種子去種菜 買糧食來充機 都不會願意花錢去買木燈 所以Gilvin的爸爸 賺不到足夠的錢 由於Gilvin太內沒有交學費的緣故 他已經再沒有上學了 從前考第一的他 只能夠在家裡溫習舊的貨本 以及站在學校班房外面 繼續聽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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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節省一點 因為他希望有一天能夠重返校園 Gilvin是一個很聰明 好學和勤奉的小朋友 他能夠考到第一名 原本他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奈何不足夠的資源 沒有辦法繼續上學上課 令到他和他家人的前景 畫上了一個問號 沒有上學的Gilvin 每天都很努力地去幫忙做家務 和媽媽耕田 又幫忙餵雞、看羊 這兩隻羊和幾隻雞 是世界書明會的區域發展資助計劃送給他們 以幫助他們生計的 雞能夠生蛋 羊也有羊奶 而將來他們還會生小雞、小羊 如此類推 以幫助增加他們的食物 和需要的營養 在寒貴農產較少的時候 也可以平衡到食物上的需要 透過加拿大世界宣明會 在賺比亞這個新的助養計劃 能夠幫助很多 在賺比亞好像Given那樣 希望有溫飽、有舒服的小朋友 我們在加拿大 只需要每個月加幣39元 差不多只不過是每日一杯咖啡的價錢 就能夠改變在賺比亞 有很多好像Given那樣 差不多的小朋友和他們的家庭 希望你能夠伸出援手 支持加拿大世界宣明會 賺比亞助養計劃吧 謝謝大家 介紹一下 小羊